孙小姐,你的衣服什么时候破了这么大的一个洞啊? 咱们这件衣服是租的,一会还要还回去呢? 可是现在破了这么大的一个洞,他们肯定不会要的,这可怎么办呢? 不就是一件衣服吗?找什么急?不能退,咱们奶下来不就行了,不就是几万块钱的事吗? 孙小姐,你有所不知,咱们本来要租的那件衣服已经被别人租走了,为了不耽误剧组的进度,所以他给咱们租的这件衣服是之前衣服价格的30多倍 你的意思是说,这件衣服不是几万块钱,而是几十万? 没错,当时我注意了这个衣服的售价,上面标的是999999,所以说如果不能退款的话,你要赔偿他们100万 不行,我拍这个戏总共财政30多万,这件衣服就要赔偿100万,不行这个钱我肯定不能赔,要赶紧想个办法 有了,刚才我点的外卖马上就到了,到时候就说他给我弄坏的就行了,后赔偿的话就让送外卖的赔,小心一会你给我作伪证,只要你帮我把这件事情蒙混过去,马上就给你涨3000块钱的工资 外卖小哥,我也要为自己着想,希望你不要怪我 你好孙小姐,这是你的外卖麻烦,签收一下,如果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请给一个五星好评,谢谢 好的,我知道了,你走吧,我会点你五星好评的 谢谢孙小姐,祝您用餐愉快 哎呀,送外卖的,你的衣服把我的衣服狗破了,你说这件事怎么办吧,我跟你说,我这件衣服可是100万呢,今天你要是不赔钱,就休要怪我叫安保人员,把你留在这里了 我说,孙小姐,我就转身的工夫你说,我把你的衣服弄坏了是不是有点太假了 再说了,你的衣服破的位置在另一侧,从我这里,到你衣服破的地方,足足有50公分,碰都不可能碰到,又怎会把你的衣服弄破呢 所以如果你想,碰子的话,就亲眼的像一点 臭松外卖的,你这是把我的衣服弄破了,不想负责是吧,这件衣服就是你弄破的,我的助理也看到了,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我的助理 小心告诉这个,臭松外卖的刚才,你是不是也看到他把这个衣服给弄破了 没错,刚才我亲眼看到,他转身的时候衣服勾到你的衣服了,就把衣服弄破了 听见没有,我们两个人都看到,是你把我的衣服给弄坏了,这下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快点赔钱,我这还有一场戏要出演呢 要是因为我迟到,导致剧组没有办法完成拍摄任务的话,你的责任就大了 感情你们这是玩仙人跳呢,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件衣服在我来之前已经破了吧 但是,这件衣服比较贵,你想把损失转移,所以你们就拿我当这个替死鬼是吧 不过很可惜,你们演技实在是太拙劣,被我一演就看出来了 所以现在,你们还是自己承担这个损失吧 臭松外卖的你看出来又能怎么样,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现在只要我们两个人一口咬定,是你把衣服弄破的,就算是警察来了,也会选择相信我们 而不是你这个送外卖的 看来你在布局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还真是聪明啊 不过没用到正途上,但是你就没有想过我转身就跑的情况吗 到时候还不是你自己赔偿损失 好,你一跑更证明是你把我的衣服给扯破了 我会根据平台信息找到你,然后找到你家,到时候这个钱你更要出 所以,当你接到我的订单的那一刻起这个衣服的钱,你就赔定了 好了废话也说的不少了,赶紧赔钱吧 如果没钱的话,就赶紧回家卖房子去 小孙啊,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 你知不知道整个剧组一百来号人都在这里等你 我告诉你,能演的话就好好给我演 不行的话我马上就把你换掉 不要啊,王导,我这里遇到点事,所以才耽误了时间 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之后马上就过去 多大的事情能比整个剧组拍戏还重要 现在就过去,要不然以后我再也不会安排你的戏份了 王导这件事情也不能怪我 都是这个送外卖的把我的衣服给划破了 现在我正在跟他理论,所以才影响了拍戏的时间 要怪就怪这个送外卖的 你说什么,给你租的衣服,你竟然被送外卖的弄破了 你知不知道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可是价值一百万 一旦破了,就会影响二次出租 咱们就要暗示厂价赔偿 就是这个送外卖的给弄的 我就是不让他走,跟他理论 所以才影响了剧组的时间 这个外卖小哥好面熟啊 不过怎么就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啊 算了,也许就是大众脸而已 送外卖的,赶紧回去筹钱去吧 限你三天之内筹集一百万送过来 要不然等待你的就是采缝刃机,好了,咱们赶紧去拍摄吧 这件衣服不是我弄坏的,我是不会赔偿的 小孙,这是什么情况 他怎么说不是他弄坏的 王导,就是他弄坏的,他就是不想赔钱 所以才说不是他弄破的 当时他弄坏的时候,小新也在旁边 他也亲眼看到了这个送外卖的 把我的衣服给弄破的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有半点假话的话,看我怎么收拾 王导演,孙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就是这个送外卖的,把衣服弄破的 我可以作证 咱们还是听一段录音吧 感情你们这是玩些人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件衣服在我来之前已经破了吧 但是,这件衣服比较贵,你想把损失转移 所以你们就拿我当这个提死鬼是吧 不过很可惜,你们演技实在是太拙劣 被我演,就看出来了 所以现在,你们还是自己承担这个损失吧 臭送外卖的你看出来又能怎么样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现在只要我们两个人一口咬定 是你把衣服弄破的,就算是警察来了 也会选择相信我们,而不是你这个送外卖的 两位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你,你竟然录音,王导演 衣服我肯定是赔不起的 你赶紧帮我把这个送外卖的手机给抢过来 我今天晚上再陪你一晚上 送外卖的,把手机乖乖的拿过来 我不怕你怎么样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就别怪我叫保安好好跟你聊聊心了 果然是蛇鼠一窝 想要我把手机给你也可以 你不是要我赔钱吗 让我打个电话,让人送钱吗 可以,但是我要看着你打 省得你把录音传出去 还挺谨慎,愿意看着就看着吧 红姐,我在傻子传媒被人敲诈了一百万 麻烦你让人把钱送过来吧 还有,我觉得这个傻子传媒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特别是那个叫孙三娘的小演员 安排下吧 好的,十三先生,我现在就安排 皇朝传媒的红姐,难道您就是十三先生 哟,看来听说过我 怎么这就软了 刚才你厉害的劲呢 你不是说要保安,跟我好好亲热亲热吗 不,不敢 十三先生,求求您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天作孽有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完了,完了 插播一条娱乐新闻 一小时前,傻子传媒中一名叫孙三娘的演员 由于敲诈外卖小哥金额过大 已经判处有期徒刑一百年 同时,傻子传媒承认孙三娘事件与其不能脱离关系 所以,该传媒公司在半小时前已完成注销 并且该传媒公司下架了所有影视 望广大同行引以为戒 最期改善了